你找我干嘛呀 我帮你帮我忙呀 啊 要有事了再找我 没事就不找我呗 那没有 什么忙呀 就是这个播音 需要你配合我一下 嗯 你怎么弄 这个问题 我已经找了很多人了 但是得缺一个男性朋友 男性朋友 我不是男性朋友 我是你男朋友啊 什么男朋友 不要乱说 啊 那我帮你忙有什么好处啊 那种没好处的时候 我可不干 这样吧 如果帮你忙的话呢 你做我一天女朋友 怎么样 好吧 我这个人呢 也不喜欢勉强别人 你既然这样的话呢 我就先走了 你自己找别人吧 那我 同意了 这一天 来 干嘛 那不得提前试一下拉手吗 你就行 准备好了吗 可以了 好 第一个问题 你是男生女生 嗯 我是女生 我还能给你这坐着呢 第二个问题 您是什么学历的 嗯 本人呢 毕业于湖北恋爱学院 不懂胡说八道 哦 第三个问题 你心中喜欢的医生类型是什么样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呢 需要问一下你自己 为什么 那你是什么类型的 我就喜欢什么类型的呀 你要平嘴啊 你问完了过啊 问差不多了 我饿了 你不是刚刚吃过没多久呢 那我不管 我要吃饭去啊 你得去啊 那好吧 那走吧 走吧 等我一分钟 我回宿舍买个东西 好吧 一分钟 咱就等一分钟 怎么了 我这个人是很有原则的 说好一分钟就一分钟的 那你走吧 那我现在呢 突然又不想走了 哎 那个忙我已经帮了 是不是该对下乐园了 那 这什么 我靠 不是啊 兄弟们这啥东西啊 这不是为难我胖虎吗 嗯 我懂了 我懂了 我懂了